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想继续点评我们家的后院的这些水果和蔬菜 那么今天是4月15号 那么4月15号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果树呢都开始已经结果了 你知道我目前在这个镜头里边的是什么果树吗 就是我们在美国经常看到经常听说的一个词叫Walnut 就是核桃 那么这个核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很有意思 它就是这样 然后呢它一开始的时候什么也不出 然后就开始出这个碎碎 这个碎碎出完了以后这个碎碎底下就是核桃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核桃出来了 这就是核桃 那么核桃都出来了 你看这儿也有核桃 那么核桃慢慢的都就可以结了 那么大概你看这儿也有 这儿也有核桃 那么大概呢一般来说呢 这一棵 别看这个树它长得很慢 但是它结果结的倒是蛮多的 一下就会结 我们结很多 那么我买的时候已经是三年的这个三岁的这个核桃 那么我在我家的时候第一年的时候呢 它就结了三棵 然后呢我们第二第一三棵呢 我也不知道我就等啊等啊等它长成形了准备着要来拿的时候 我一想第二天我就把它摘了 结果第二天早晨我过来一看没了全没了 让松鼠全都给拉跑了 好像这个松鼠非常的 smart 它好像在听说我在说什么话 听懂我在说什么一样 然后就拿走了 拿走了以后到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这棵核桃树呢 它结了16棵 那么16棵呢 我当时很高兴 然后我就用这个网子 把它网起来了 就是一个塑料网子 然后把它网起来了 我这样想的话松鼠大概它进不去 因为这个网子还是挺难咬的 进不去 然后我把它盖起来 我心里话这个松鼠是不能再偷走了 然后呢我就等啊等啊等 它十几棵已经成形了 我第二天 我说我要去来栽了 第二天早上一看 哇又都没了 就是那个松鼠把网子咬了一个洞 然后一个一棵一棵的都搬走了 把这个核桃全都偷走了 那你看看我这个好像是 这个还是斗不过 斗不过这个松鼠 我希望今年呢 我又要天网子 我看你还能咬动了吗 这很有意思 但这个核桃树啊 确实是它长别看小 它长得很慢 但是它结果反而结到不少 那么这一棵 这个grapefruit 它是去年呢 结了很多的很多的果 然后呢我今年给它 就是上了很多的黑水 然后又加了很多的mulch 那么你现在可以看到 它的颜色非常的正 非常的绿 非常的正 好像长得很旺 今年开花好像开得比较晚 因为我摘果子摘得比较晚 那么别的树已经开花了 它还没有开花 无所谓了 因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不开花的话 我希望它今年能把个头长一长 这样就比较好一些 现在看到的是这棵石榴树 那么这个石榴树呢 它长了很多的枝叶 很难剪 实际上也不用剪 因为这些枝叶呢 发现它都结果 很多的结果 现在它是先出叶 然后现在红花还都没开 大概过一段时间 它就在这个每一棵的这个烧子 这个直烧的这个地方 然后就会产生很多的花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别的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花 已经出来了 那么它会出很多的花 但是它这个depend on 这个作果率呢 它是根据你的根部的大小 然后如果根比较粗壮 然后它的作果就比较多 那么这棵树呢 在这个地方已经 已经三年了嘛 然后我们把它剪了很多 所以说呢它长得还算可以 那么希望它今年能够结很多的果子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棵呢 叫做扶手瓜 那么扶手瓜呢 它的根很粗 你可以看到它的根很粗 然后它是多年生的 就是多年每一年到冬天的时候 秋天冬天的时候就会结很多的果子 而这个是春天的时候 它是开始发芽 那么有朋友说 啊你们把这个果子 就是这个芽呢 这个芽 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把它摘掉以后 然后去吃 吃这个叫龙须菜 你看看它有很多的龙须 那么龙须菜呢 就是可以吃 可以剪了以后 我们可以炒菜吃 那么如果大家可能有疑问说 有朋友甚至质疑 说你把头都剪了 它怎么结果 实际上是因为它在夏天的时候 它不结果 它就是因为太热了 它是喜欢 它是个肉食型的东西 那么它需要在秋天和冬天的时候结果 所以说现在呢 你因为它长得很疯 所以说呢 你最好就是说控制它的长的长势 因为没有必要长很多 因为结很多很多的果子 那么所以我们就把它每年的时候 就是到秋季的时候 结完果子以后 冬季的时候 结完果子以后 我们就把它所有枝叶全砍掉 然后它又发心理芽出来 然后这些心理芽呢 我们叫它出来 然后它就长 长好了以后 希望它长得不要太疯 到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它就开始结果 夏天不会结果的 所以你尽管吃它的这个虚 龙虚没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杏树了 上一个月的时候还没有出叶 现在叶已经满头了 满头都是叶 而且杏子也已经长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颗杏子 还是蛮大的 这颗杏子已经长出来了 这个杏子 然后它大概 结了七八个吧 就在这个树上 七八个杏子 因为它只有三年的这个年龄 所以三岁 那么所以呢 它 我也不希望它这个时候 结很多果子 我只希望它能长好 长成个儿 然后这个树根 发育一些 然后树根呢 然后让它发育得更粗一些 这个树干更粗一些 然后它会 到时候呢 你就不愁吃过 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在这个 我们在里根的这个 Nursery买的这个杏子 我们去年已经吃了两颗 口味非常好 那么下一个我们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颗五花果树 这颗五花果树非常的粗 你看这个这个根部 它的根部就是 它的这个树干非常的粗 非常粗 非常粗 你看好 都好粗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半 因为它结的太多 然后我们把这一半砍掉了 那么剩下的这一半就够了 然后它 现在已经开了 已经 这个叶已经涨 它涨液涨得非常的快 然后呢 实际上它现在已经在 已经开始结果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果是 你看 已经有五花果都出来了 这五花果 这五花果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花果了 然后大概现在树枝市场 已经有很多的五花果 你看这颗 也是有五花果出来了 看到了吗 这五花果 然后所以很多了 已经买树 大概在有两个星期 我们就可以吃到五花果了 很多朋友关心这个枣树 然后我们这棵枣树 已经是十几年的枣树 所以说呢 你看它的这个根部 它的这个树干 已经很粗很粗 然后它这个 我们就这样的话 它长出来 现在它长得最晚 就是出枝叶 出的最晚 你看它的枝叶 现在已经很多树叶都出来了 它还刚刚的冒头 然后但是它结了很多果子 当然我们注意就是 它要让穿到别人家的院子里边去 所以我们尽量的 不让它长很多 它有个特点 这个枣树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的很多的这个枝叶呢 比如说这样的枝叶 它最后的时候都死掉 只有在它主干 比较粗的主干上 就是比较老的那些主干上 它才开花结果 很多的果树就是这些菊科的 你看这个菊子 现在已经满头都是花了 而且小菊子已经出来了 看到了吗 这个菊子 这个菊子已经出来了 有很多的这些菊子都出来了 出来以后 它就会这个 结很多的果子 但是很多 因为它根部 这个 支持不了这么多果子的时候 它会有这个 会丢掉一些果子 所以希望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它长得太多 因为太多以后果实呢 它就结不大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用管 也不用人工的去操作 它自己会 根据它自己来驱舍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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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颗蜜蜂 在忙着采蜜 当然这一颗是Lemon 这个Lemon呢 以前你们要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你们知道 这颗Lemon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的type是叫Mayer 它的type Mayer就相当于 那个市长的那种 是发音一样 Mayer 这个 这个Lemon 有一个比较好的特点 就是说 它的那个Lemon呢 是可以一牙一牙地 白吃的 我可以 我们每天都吃一颗 所以说呢 这个非常好 而且呢 你看我们控制它 就是说 有 它的熟啊 就是有的已经熟透了 有的呢 还正在熟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刚刚的发绿 那么有的呢 还正刚刚的结果 你看这个 刚刚的有绿果 然后有花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保证这棵树 就是始终有 Lemon吃 这棵树 我们最最好 这个结果 现在目前结果 最多的这棵树呢 就是 就是这个 叫做 Greyfruits 你看看 这些果子 很多的果子 都有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 Orange 吃完以后 我们现在正在吃 这些 这个 Greyfruits 那么Greyfruits呢 就是Greyfruits 我不知道叫油子吧 是什么葡萄油 然后我们就 就吃这些东西 然后去摘去 你看看 它Greyfruits 它是开的花特别多 然后结果呢 也非常多 而且呢 我们根本都不大 care它 就是有的是 一年给它加一点 这个 这个 我们O的 这些 分 然后给它加一点 然后再 就好了 基本上 连胶水也不大用胶 因为它已经很 长得 非常的旺盛 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到的 这棵树呢 是我们的青柠檬 青柠檬呢 我不知道这个 它叫 英语叫 Lime 我不知道它汉语 应该是叫 翻译成什么 我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青柠檬嘛 这个青柠檬 你看看 它已经开花了 已经结果了 你看 结果 已经结了 然后这个 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的这个 非常香 清香 所以你要弄 这个喝水 和热水 在一块 喝的时候 它会非常的清香 你看 哇 这个蜜蜂在工作 它在工作 那么我们 当然我们是 重点的 果树 就是这四棵 这个 阿博卡 那么阿博卡 你们可以看 开了很多很多的花 开了满头都是花 那么老叶子 逐渐地掉去 你看老叶子逐渐地卷了以后 被风刮掉以后 然后它就会掉下来 然后出来的新叶就会产生 然后这样的 很多花呢 实际上 它的这个 当然它有密封来work 我们这一棵呢 是hash 那个中间的那个是福尔泰 还有那边的也是福尔泰 然后那个头的也是hash 所以这样的话 A比两种 然后他们这个开花和受费的时间 是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会增加了它的作果率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密封正在努力地帮助我干活 才在受费 那么这当然 它开满头的花以后 实际上它做果也不是 就是全部的每个花都做果 它就是会保留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还看不出来果子 那这个时候 在大概再有两个多星期 这些就很多花都已经凋谢了 然后剩下的这个 上面就顶着一个 Avocado的果 到时候我再绣给大家 那么这颗Avocado 也是个福尔泰 它去年接了很多 那么今年又开了很多花 希望能够受费的比较多 然后它今年能够接很多 它的这个福尔泰的那个 Avocado呢 它不是像我们买的那种 就是皮是棕色的 熟了以后是棕色的 它这个皮永远是绿的 然后它会软比较好 口味很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 现在都在 都在开放 就是开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这颗Mandarin 这个就是那个皮 比较好摘的 比较好剥的这个Mandarin 他们现在就是还没有开花 都开了很多的枝子 新枝 然后我希望它今年能有着 长得比较好 去年接了很多果 然后今年呢 这颗Mandarin呢 就是结果不多 但是它个头长了很多 你可以看到它密密麻麻的小叶子 小枝子都长了很多 我也希望它个头长一长 那么虽然也还有 目前这上面还有很多的Mandarin 这个Mandarin呢 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 Mandarin还有不少 我希望它今年呢 主要是长个子 那么已经也有花在开 我在那边还有一棵石榴树 那么石榴 这棵石榴和那棵石榴都差不多的 希望它呢 也开花 到时候现在还不到开花的时候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菜地了 因为这个 这个现在晚上 前一段时间 晚上还是比较冷 而且是雨季 所以呢 我们凑这个时间呢 所以在这个地里边 我们发了一些这个小菜 这些小菜现在都出具规模的 我们就把它都分散 长分散在这个地里里 然后去让这些小菜 像这你看 它们都长得非常好 其中呢 这边是纯粹的小油菜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它是菠菜 那一部分是菠菜 那么菠菜 这还有一种就是大的 大的油菜 那么很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在这之间呢 我们有西红柿 你看我们这西红柿已经开始开花了 这些西红柿 就是上次我们在讲这个西红柿的时候 种的这些西红柿 现在已经在开花 现在都在开花了 就马上就要结果了 那么下一步我们就是要给它 织一些架子 支撑 然后让它们都长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菠菜 看满地的都是菠菜 长得很旺 长得很旺 很旺 如果大家这个追踪我们的视频的话 我们前几段有曾经有个视频 就是发这个种子 发豆角的种子呀 这个自己的种子 然后让它发芽发了以后 然后让它这个自己发芽的这些 这些豆角的这些种子呢 这些种子已经都发芽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发芽以后 我们把它摘在这个地里边 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豆角 就是会散落在这些白菜之中 然后呢 就是说等着豆角再长一长以后 我们就把旁边的这些菜呢 就全部的就拔掉了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节约用这个地 因为地太少 所以说呢 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打这样的一个时间差 时间差呢 然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菜 蔬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棵大芹菜 我们这个芹菜非常好 你别看它觉得很老 但是它的这个 这个接出来的这个枝干呢 这些芹菜呢 特别的论 吃起来口味也特别好 所以我们把它留下来 最后我们还是留一个大竹干 然后这个大竹干 你们可以看到 它已经开始在出种子 然后它就可以接种 那么接种以后 到时候我们这些种子呢 就可以收获了 收获了以后到明年以后 我们就可以有青菜的种子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辣椒呀 什么红菜呀 还有土豆啊 还有别的什么韭菜呀 这些都在这里地方 我们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的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浏览本频道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